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娱乐圈大佬 有人脉有地位 认真教你一个月 保管受用好几年 更何况想怼 那也不敢呀 真的是窝里横的霸王遇见应查 瞬间变乖 参加培训的有郭小婷 郑叶成 荣子山 沈月 许卫周 赵英子 周科宇 刘耀文等 前辈艺人实力演员 偶像爱豆齐聚 节目一经上线及登陆灯塔 猫眼榜单冠军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前辈艺人开喷娱乐圈 文准狠 一点情面不留 一 强捧遭天谴 周科宇问成龙青年演员怎样才能有机会 和成龙这种咖位的演员合作 问题的答案是明白着的 当然是先提升自己的演技和能力 但成龙还是耐心解释 大哥不愧是大哥 小小的一个问题 成龙吐槽了一连串演艺圈奇葩现象 打戏动作不标准 全靠替身 甚至连百个打戏的定点动作都不会 说得极了 成龙还把内娱208内容 软眠无力 角柔造作的打戏模仿的唯妙唯笑 更让成龙深恶痛觉的是 台词不去计 连背影都要替身 演员只要露个面 拍美美的特写就可以了 对此 成龙表示 这种演员不会在业内得到长久的发展 即使能有一两部戏拍 但很快就会销声匿迹 话说到此处啊 不得不提一下沈岳 群面士气面对一众大咖 沈岳竟然紧张到哭了 前辈们对这种心理素质非常的不满意 但还是安慰 帮他快速的恢复 耳动声还给他第二次机会 即兴发挥 演一个拽拽的酷女孩 对一众评委表示不屑 但沈岳根本演不出来 拿着话筒磨磨叽叽 一点反应都给不出 甚至说出我不演了 灰影红看不下去直接上手教他 还是不行 事后在被彩间说到我的能力可能做不到 想当初 沈岳凭借甜宠剧一跃成为新星 脸蛋甜美漂亮 就连见惯了大美女的惠英红都说 老天爷喂饭吃的长相 并且沈岳不缺资源 戏一步一步的拍 只要抓住机会就可以扶摇直上 可惜业务能力不行 机会不少 但没有演出水平 希望沈岳借这个机会能够正视自己的不足 好好磨练演技 二 强行半嫩没活路 这一趴是评委老师们吵得最激烈的 霍英红甚至愤然离席 这一下还得从薛凯奇说起 诗人报道的第一天 霍英红见到薛凯奇就讲到 他对他最深的印象 叠叠的陶瓷娃娃 言语之间真真见血 虽然年龄只是一个符号 但年龄对女演员来说又非常的残酷 如果一直是这种状态 那市场上给她的机会真的不多了 到了曲面环节 年龄更是成为前辈们讨论的焦点 落到薛凯奇身上更是提出疑问 你现在41岁还是少女 那你51岁61岁的时候还是这种状态吗 你跟大批的演员比起来有什么竞争力呢 霍英红和吴振宇也指出薛凯奇更加深层次的问题 气质是由内而外散发的 导演和制作人不会看你 保养的好就给你机会 每个年龄都要有这个年龄该有的沉淀 看似聚聚在讨论年龄 但那里却是演员的心态 每一个人都爱美爱年轻 明星尤慎 先学会做人吧 刘耀文出声牛犊不怕虎 问成龙 什么样的青年演员是你最不想合作的 成龙言简意该 看人品 在此成龙还拿一个艺人举例 曾经想找某个艺人拍戏 但工作人员纷纷不同意 了解情况后成龙放话 未来都不会找这个人拍戏 每每提到这段经历都羞愧难当 在这里也想要肯定一下徐渭州 曲面是戏的时候耳东生导演不解 你还没三十就结婚了 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 言下之意便是 现在很多青年演员都不会公开 恋情的状况更不会结婚那么早 甚至结婚有孩子了 声称自己单身 徐渭州不仅大方承认自己的婚姻状况 还表明努力工作最终是为了家庭 要有一个男人的担当 在竞争角色环节 前辈中名气最小的车保罗 要找两个男演员拍韦小宝和康熙 但吴仁晓跟他合作 不是主角又如何 演员虽然要长得好看 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平实力说话 与郭小婷合作过的慧英红直接夸他非常好 很专业 有礼貌 弄脆文问郭小婷 你好像没演过女主角 你不介意所有的光 都打在女主身上吗 郭小婷回答 女一号只有一个 所有的资源肯定优先给女主 那我的优势就是对表演的执着 还有郑业诚 一段行云流水的猴棍 成龙都为他鼓掌 直言要向他请教 他也是众人中第一个拿到角色的 机会只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郑业诚京剧武生出身 出道多年也没有丢掉几本工 业余时间经常有在训练 打气不用替身 力量和美感兼具 大远景都不再怕的 甚至打气的花絮都还要比剧里经过剪辑的更好看 内娱失传已久的空手转剑 玩的也是相当丝滑 更重要的是演技不拖后腿 打戏配上演技到现在都没火 实在太可惜了 节目中还有很多演艺圈前辈们的犀利点评 成龙直接了当指出审阅不适合打戏 吴振宇直言周科宇偶像包袱重 你妈都不关心你拍不拍吻戏 你还担心粉丝 张可怡直言 不会周杰琼只想演花瓶 赵英子的面试现场更是完美诠释了 我替别人尴尬的毛病又犯了 每一句都想表现自己 每一句都被老师们抓住破绽 吴振宇便真吴宇把皮球踢给尔东生 结果就变成了吴振宇和尔东生 互相推脱的大型尴尬现场 面试了众多青年演员后 吴振宇由衷的感慨 怪不得我们现在还能演戏 嘲讽拉满又颇具现实意义 只希望内宇努力一点点吧 哪怕稍微是一点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